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 路风X5作为路虎不承认的国产兄弟 在刚上市的时期 因为路风X7有着神似路虎的外观 所以曾卖出了几万辆 但最终因其性能太差 问题多多 曾经的高销量已经不复存在 对于买家来说 基本上是买了值得的修车 最初版本路风是仿激光的 但改款中的前脸做了不少改动 拉开了和激光之间一定的距离 却显得更难看了 轮毂的构造设计 没有太大的改动 大小尺寸和激光相同 X7再入了1.5T动力 不降价还是12.98万元 而2.0版本已经停产在售 它的车长4421毫米宽 1911毫米高 1631毫米 轴距为2670毫米 与路虎激光一样 有着小尺寸紧凑型SUV 侧面相似度非常高 但车漆质感完全没得比 路风在尾灯上加了镀隔装饰 车后部的英文标志同样十分突出 但并不好看 唯一的亮点是8AT 但是厂家不会装配 导致实际表现还不如传统的6AT 前排座椅设计比较宽大 但内饰没什么质感 底盘方面采用了前MF迅序的独立悬架系统 后多连杆式独立悬架系统 底盘舌的用料有大量护板包裹 但路风X7仿佛似乎到了瓶颈 在众多国产车五花八门的竞争中 路风只靠高仿的外表 已经完全没有了竞争力了 最终只能走向没落 对于没落的路风X7 你怎么看呢